定了,2月6日起,中国恢复出境团队邮 泰国排名单第一位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关于试点恢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附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业务的通知 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附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 1月20日起,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可开展产品发布 宣传推广等准备工作 国家名单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 马尔代夫 斯里兰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老欧 阿联酋 埃及 肯尼亚 南非 俄罗斯 瑞士 匈牙利 新西兰 斐济 古巴 阿根廷 各地要认真落实一类一管总体方案要求 宣传倡导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则任务 直到旅行社严格遵守我国与目的地国家防疫要求 提醒游客出行前做好自我监测 确认自身健康状况 行程中注意自身安全和防护 遵守防疫规定 回国后根据属地政策落实好各项防疫要求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违反时间安排或超出国家名单范围 开展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